告别八卦 看丁果观察 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 来自世界华文媒体资深新闻人政论家丁果先生 关于韩义记者控诉种族歧视的话题 亚特兰大屠杀案正在激发更多的亚裔女性 打破沉默 勇敢站出来 控诉种族歧视和亚裔女性遭遇误化的现象 解释处 北美对亚裔系统性歧视的土壤相当深 刚与温哥华前市长罗品信完婚的韩义美籍 著名新闻工作者朴爱林在23日发布了视频 对仇恨亚裔说不 曾经在加拿大CBC和美国NBC等主流媒体 担任记者的朴爱林 2019年在哥本哈根的一次气候峰会上 与罗品信邂逅 她当时担任俄勒港州波特兰市长的传讯总监 因为疫情 两人在温哥华著名的石坦莱公园的 一颗鼓松前举行了婚礼 他们的婚照上了时尚杂志 朴爱林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中透露 她与罗品信的跨族裔结婚讯息曝光了一周内 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 但同时也收到了雪崩似的恶心留言 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股反亚裔的仇恨浪潮 她说 她本来像全世界的亚裔女性一样 采取隐忍的立场 但亚特兰大屠杀案激发她不再沉默 朴爱林已经是亚裔的成功精英 但她透露 无论她在活动中站在谁的身边 尤其对方是男同事的话 留言就会传出 朴爱林还指出 媒体往往夸大这些留言 又不向本人了解 言外之意 这就是系统性歧视无所不在的证明 而亚裔女性常常被误化 正是问题的癥结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朴爱林透露 有很多个夜晚 她觉得不想再活下去 她是靠着丈夫和朋友 才能走出种族主义的流言蜚语和骚扰 朴爱林期待 通过自己的出声分享 能够改变看待亚裔女性的根深蒂固的偏见